我等了差不多十多分鐘 這裡是的士站 為何那裡只是全定 不是任何地方都停車 深圳的士截不停 有Apps有著數 滴滴滴滴滴 哪裡有滴啊 好急啊 好急啊 快再加下在深圳 繁忙時間上截也挺難啊 其實看中數說真話 由現在3點多 一直打到6點之前 沒有可能截到車 如果不是深圳熟的話 莫非每個人都有錢起來 出入要打滴 你又不用那個滴滴打滴 我們不用的 不知道 剛剛還說的 我知道我要打個的士 但是你用未信給錢就不會 沒有興趣用 如果懂的話 我聽說有朋友用 好嗎 還可以 即是說有回憎嗎 哦 是啊 你們不在內地住 不認識也不奇怪 其實內地已經兵了一排 這類打的Apps 深圳3萬多的士 超過一半都已經安裝了 兩位馬生都在中這個商機 為了紅巴士場 去年下半年 各自推出獎勵活動 前天上了14燈 一上4燈 你知道14燈 一燈中就10元一道水 它用開一些 它可以減錢 減免12元 減免12元 它是上6元 現在打滴的 特別是那些不跳標 那些 13元的有錢 全部免了 司機有獎不止 連乘客也有 那怎會不搞到 人人都欠打的 以騰訊的滴滴打車為例 在Vtrack輸入目的地 你附近的司機就會鬥快應單 成功的位幾分鐘就來到 到步之後 看標 用微信支付功能 透過銀行account過數 但是香港版的Vtrack就沒有這項功能 想用的話 就要下載內地的5.2版 兼開一個內地銀行account 這兩個apps這麼著數 已經直斷了全國多個省市 但亦產生了不少問題 像山西泰原市一樣 在回鎮開始的頭兩天 就有過百小時的的士交通電外